MING PAO TORONTO 今天是4月24星期日 先來看我的狀況 我今天把我的世界降到世界等級4 來看一下 我們在世界等級變式 我再按一下B就會環圍 但是他要24小時吧 怎麼卡住了 我按B是不是 抱歉抱歉 剛剛玩別的遊戲 我還有13個小時 我下午的時候去調整 現在是半夜時間 為什麼要降世界等級 因為那個水元素我去打了一下 水精靈 純水精靈 差一點點不是那麼好過 我沒吃食物就直接跟他打 然後覺得他摸我一下好痛 然後我的那個芭芭拉也沒怎麼練 我主要就是要練芭芭拉還有練我的那個莫娜 然後就乾脆降到4了 4我之前就可以打過 那過上禮拜就是 上禮拜好像就可以打過嘛 然後我今天去 去打的話就還蠻好打的啦 所以我現在資源夠了 就這個 就這個 我的莫娜是可以突破的 我已經刷好了 刷好了 只是這個 這個還查了些些 這個要去屋檐現在要採集 因為我 把我的88拉練到60 練到 突破到60啦 他也吃了不少吧 這是昨天的事啊 我覺得補好爛喔 88拉都沒練 補血都補好少 好啦 今天要玩的任務是那個 活動任務嘛 這次過了就可能就玩不到 這個任務 景廷花彩 我練錯不好意思喔 這個任務 網友是說 留言是說這4個任務 劇情結完之後就可以去拿那個行秋 就可以去拿行秋的任務 他們是這樣說啦 有人給我留言嘛 那我們就直接 過去吧 我只剩一天可以玩啦 拿不到就算了 好啊 這麼多 6000多 我知道那個 無相之水好像在這邊 我今天有來 但是可能我東西還沒開吧 我沒有看到他 我本來想要打無相之水啦 然後後來想想 算了 算了 我乾脆降世界等級這樣 我們那個任務在哪裡啊 我這裡是不是 我要一路走過啊 都沒開喔 昨天下線 我今天就先跑一些矛點而已 那就一路走過去吧 可能我會解不完吧 依照我的 個性的話 沒拿到就沒拿到啊 反正行秋就 四星角嘛 至少會抽到吧 是不是 水屬性我現在有莫娜啦 所以是還好啊 我們就 看看這個 稻妻的世界 感覺稻妻那個 更翠綠 我這一塊已經降世界等級了 然後他變50幾等 本來是60幾等 不要過了 我現在沒空離你們 這邊有那個雷神筒是不是 雷神筒 我不知道拿不拿得到 這個寶箱世界的世界是你可以世界五代拿 他怎麼上不去的 這個拿得到嗎 拿不到的話呢 就那個啊 換主角嘛 來來來 現在在戰鬥中 這個降世界等級就會好打很多 沒降的話會難打一點 還是打得過啊 就是花比較多時間 當然這個寶箱就是世界四等級的寶箱 會爛一點點吧 應該會爛一點點 來一下 拿下這個雷神筒好 怎麼這樣子啊 應該是主角吧 主角應該可以用吧 這樣不就可以了 對吧 就是有些地方你上不去有沒有 你就好像差一點點就這樣就可以了 就是 之前你有些東西的雷神筒風神筒塗雷 岩神筒 我覺得拿不到可以用這個方法吧 當時我是沒想到 但如果想要想要用這個方法就可以了 好啦 我們不要分心去打那些 我們就把矛點開一開 然後把任務解一解 今天一樣玩半個小時 我只是體驗一下而已 反正我們已經 我已經慢人家那麼多了嘛 遊戲已經開一年半了 很多人都長草了 對不對 角色都練完了 每天就是上線刷刷日常而已啊 像這些東西是幹嘛的啊 有沒有問號說一下啊 警官姐 拍照一下 登陸到圖界 我真的不知道那個紫色是幹嘛的喔 可能跟雷元素有關是不是 你要知道幹嘛 不知道路怎麼走 直接殺過去 有沒有路啊 不知道路就亂走 這樣子 有提示有提示 我應該要去開矛點對不對 先上來好了 這什麼東西 這是一個那個山城的感覺啦 好 矛點到了 好 宇道七的凱瑟琳 凱瑟琳就是那個冒險協會啦 在這裡喔 每個都是凱瑟琳 跟那個寶可夢一樣 寶可夢那個寶可夢中心每個都是那個一個護士 護士姊姊 真的嗎 真的嗎 對 只要現在進入工作 依頼人是你們的指名 指名 指名 什麼 尊敬的時候都會有一個O啊 我們要去名神大社找他 八重大...那個... 政經研究喔 有八重還有雷電將軍他們都好強喔 我今天有玩一下啊 他們怎麼都那麼強啊 還是因為他們這邊他給我們試用的是80等 跟我的角色差好多 那個雷電將軍 雖然是近戰那種切怪切好快喔 因為今天那個...政經研究的活動 應該是叫政經研究吧 在這邊...這個 映射研究所 什麼政經的 今天好像已經開三個了啦 他每天會開一個 我今天就打三個 我昨天先打一個 我今天要打兩個 在下面是不是 這個是... 八重子是不是 還是...八重神子 八重神子 我現在是先解任務啦 所以這些角色就會突然出現這樣 因為他有建議說你要先解其他的傳說任務 認識這些角色了 春田 木娜達 轉身成為雷電章軍 然後天下無敵 拜託了我的無限公司 你看他的衣服 就是他的模組就比較模糊 因為他是雜語 MPC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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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八重子 八重神子 粉紅色系列 是 特別 二日間 謝謝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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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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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從他們對話 他們是很熟的人啊 可是對我來說他們是第一次出現的角色 可是對於那個派盟來說他們之前就認識了 已經認識了 所以他們講話就沒那麼生疏 沒有那麼陌生啊 是 這邊已經解除鎖國嶺了 對我來說我的初屑還沒有解除 簡單說對玩過這邊的人來說 這邊應該是解除鎖國了 已經高了一個段落 然後這些角色都跟我們認識了 又出現了什麼五歌仙啊 應該是不分化的 所以這次是 這次是 娃娃娃小説 等一下 輕小說 我每天都會找一些來看 我昨天 這兩天看了輕小說是什麼 名字的話我想不起來了 因為那個日本輕小說名字都超長 主要就是 就工會有一個打雜的 他的技能打雜 整個工會都靠他 只有一個打雜 幫大家煮飯料理做裝備幹嘛的 維護裝備什麼的 然後每天都被欺負這樣 他是男主角 然後會長是女主角 會長看在眼裡 然後就希望幫助他這樣 然後其他人就覺得要控制會長 要把這個 他們不知道這個工會就是靠那個打雜的 支撐起來 要把他趕走這樣 然後真的成功趕走之後 會長就決定持續這個會長 跟他一起去冒險 當冒險者 這樣的一個故事 就是打雜最強的雜工 這一類型的那個輕小說也好幾部 好 現在要幹嘛 不知道耶 我剛剛這邊講打雜的事情 前往離島的龍彩 忌會場 七百多 這麼遠喔 這裡是不是 我們才剛從這個離島逃離而已 馬上回來 他會不會被抓走 會不會被抓走啊 當然不會啊 他設計不好了 他設計不好了 輕小說的 的主展區就是主展區功能 以為是同仁是不是 同仁制 同仁作品 然後前幾天看了還有另外一部 那一部我已經看了兩三次了 為什麼要看兩三次 原因是因為每次那個輕小說 我都更新了之後 已經忘記前面眼神 就啊 剛才從頭再看一次 再我再看一下 好 神里靈忍 這是上一期的卡池嗎 他是 現任家族 射奉行神領家 的現任家族 他應該是水屬性的啦 水屬性的 有沒有他們都認識他 但是我不認識啊 我不熟啊 我最近看了那一部小說是 女性像的 算女性像 就是他 是一個沒什麼殘免的一個 騎士家族的一個 惡女了吧 上面有一個姊姊 兩個哥哥 想要成為騎士這樣 然後15歲的時候想要去 就類似參加成人記這樣子 然後發生意外 就了一個 魔物 然後被魔物反擊 反殺 然後想起來前世他是一個大聖母 然後他就用他聖女的力量 把那一隻魔物復活 然後自己也復活 把那個魔物治療好 好 就是這樣的一個故事 開始展開 結果那個魔物就跟他簽訂契約 那這個魔物是一個黑龍 超強的黑龍 轉身的時候會虛弱 然後就被其他人攻擊 然後在身體裡面遇到你的主角 好 也是出了四五集吧 好 我們過來這個遊戲內容吧 好像跟會話有關係 我覺得這邊只是大部分都在看劇情吧 是不是 到港時刻表 要開幕前兩日 第二日 第三日 八十九十 這個我們應該不用記吧 好 現在已經是這個時間了 在祭祇期間中 夜愛動的編集 全都在三部行為共同的事 要不斷地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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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咧 我們要等到第二天早上的6到8點 好吧 第二天 沒辦法我用那個 我剩那個什麼 搖桿啊不好調 一條就是一大格 好我們等一下吧 等一下吧 好了有了有了有了 夠夠夠 唉唷真的有馬子弟的感覺 開始插旗了有沒有 偶像插旗啊 這個路角是誰啊 我忘記了說那個臉 那個形象 抱歉我名字還念不出來 好前往離島的碼頭 我真的有狐狸耶 我真的有狐狸耶 我們應該是要接待客人來吧是不是 好這些不認識 都是NPC 路人 好這個是那個 旅蛙裡面的那一隻吧 對不對 可莉 我不認識她啊 說實在 因為我們主線都還沒玩到她 但是 他們也認識可莉的 我不認識 好可莉 西風騎士船的火花騎士 小小騎士 她真的是小蘿莉喔 哇真的是小蘿莉喔 阿貝羅哥哥我也不認識 欸 可莉在說話 為什麼她講話聲音那麼像拍猛 我剛才以為是拍猛在說話 會不會同一個人配的啊 阿貝多 我也不知道什麼姿子 西風騎士船首席煉金術師 她怕你不知道介紹一下 我確實不知道 她負責畫畫 而且還有筆 但這裡的筆名字是 博娃 對 你知不知道 有哪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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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聽一下派摩的聲音 跟可莉的聲音 跟可莉的聲音 說實在我聽不出來 那我聽不出來 好 好像可以聽得出來 但是 一瞬間我聽不出來 以為是同一個人 前往萬國三回 前往萬國三回 GOGOGO 這個任務 跑完應該可以拿到一些原始吧 我現在原始有多少 六千多 好 六千多 希望下個月可以存到一萬吧 我家老鼠在挖洞 我有養一隻倉鼠 五千多 可莉這麼可愛的話 搶不搶啊 如果搶的話 我就要來用 不知道搶不搶 對喔 拍摩什麼時候會做成角色給我們用 有沒有可能 這個遊戲全語音喔 到目前為止全語音 反正之前號稱營收第一名 手遊的營收第一名 可見很多課長貢獻吧 為了抽角色 抽完角色還要把角色變強 就要瘋狂的抽 一命二命三命四命五命六命 好 反正他負責畫畫的 可莉是那個幼稚園對不對 被幼稚園背包 小學生背包 小學生背包 好 好啦 聽得出來他跟派摩聲音有點不太一樣 反正他們也可以 聲線可以換來換去 就是同樣一個聲優 他可以裝年輕 裝成熟也可以裝老太 他們都是有那種聲優學校 專業學校的 日本 競爭也是很激烈的 欸 半大要戰鬥了嗎 這邊連這些NPC都有對話語音耶 我叫Kurodato申します 申訳ございません 黑田 好又是偷東西的事件 每次都會有偷東西的事件 盜寶團 行秋吧 就是那個二公子商會的 飛雲是不是 飛雲公會 所以我們這次可以 如果你玩完這些任務 應該是可以拿到行秋 我是玩不玩的 可能就玩不玩 溫迪耶 三案型沒抽到 撲克卡子 這個我也不認識 九條沙羅 天嶺奉行信義大將 沙伐果斷 骁勇善葬 不認識 溫迪被當作犯人抓起來了嗎 好 九條沙羅 你看他們都認識他 肯定他是要抓嫌疑者 然後嫌疑犯跑掉了 然後留下了他 常常是這樣嗎 又出現一個人 偷渡 所以他真的是再次重逢就對了 難怪福克塔 卡子有做他嗎 他還是有出場的 哇這個什麼什麼的 他衣服有點 穿的有點像那個 女巫耶 日本那種女巫陰陽師那種衣服的感覺 有人要進來我的世界 可是我在解任務 抱歉 如果你跟我一樣是玩台港澳的話 可以看我那個ID 叫我好友 有機會一起玩 可以一起玩 我應該帶不了人吧 我那麼慢 應該是大家要帶我 帶我飛 OK 我剛剛沒認真看耶 反正他就醒來之後就這樣是不是 我跟我說這些任務跑要4個小時啊 哇4個小時我應該跑不了吧 因為我待會兒還要再去錄別的遊戲嘛 每天也要錄別的遊戲 應該說做原神這個影片是 好玩興趣有趣這樣子想玩 就這個理由而已 他好像很愛喝酒對不對 Wendy的設定 之前在酒館還是常常喝酒 不然我們要幫他找邀請函吧 答錯耶沒差是不是 我就隨便按 帽子裡 好找到了邀請函 神里靈人邀請的 萬國商會 萬國商會就是我們 離島的時候遇到的那個商會嘛 我幫他們解決一些問題 就那個士兵貪污的問題 我覺得他們每次找劇情都是找東西不見啦 東西被偷啦 一開始那個風神琴 也是被偷嘛 然後上一期那個神之眼也是被偷 前幾期神之眼也是被偷 呃五歌仙資料總會 好大家看一看吧 五歌仙是五個人是不是 看起來是這樣 翠光 奎之翁 刺人 墨然 黑竹 五歌仙 好 他們會將星座集結成冊 然後把這個獅集獻給將軍品見 筆名吧 跟那個畫家一樣 剛剛那個畫家阿貝什麼的一樣 也是筆名 阿貝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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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已經玩32分鐘了耶 怎麼辦 玩太久了 大家跟我一樣在那邊看劇情 如果你是剛 跟我一樣剛錄坑的話 可以順便看一下這個活動吧 應該是不會復刻了啦 這些劇情可能就過了就過了吧 這個活動過了就過了 欸問題要幹嘛 銀油牙肉就是銀油私人 銀油小子 好 那這個蒙德最強戰力 我是不是要去把它解解啊 就跳出來 蒙德最強戰力在哪裡啊 每天都跳出來 我受不了他 這個啦 傳說任務蒙德最強戰力 是誰啊 應該是 是是是是是是 蒂魯克嗎 哼哼 好啦 這期就先玩到這邊吧 我可能 明天可能也 玩不玩吧 好啦明天再說吧 好啦我是哈姆 喜歡我的遊戲頻道 歡迎大家訂閱點讚開鈴鐺 我們下期再見 大家掰掰 我們下期見 我們下期見 謝謝 烊車